欢迎收看聚焦新亚洲 我是三一零 算头条先来看到 印度有一名男子日前骑机车 经过了一处市局的时候 机车突然起火 骑士急忙的逃生 现场有多位民众协助 浇水还有盖部灭火 聚集了许多围观的群众 但是没想到这个时候 机车突然爆炸 巨大的火焰是喷向了周围的人群 大家吓得纷纷逃跑 至少有十个人因此受伤 再来看到美国达美航空 有一架客机降落在机场之后 驾驶舱下方喷出了火球 机主员是赶紧打开了紧急滑梯 让乘客可以逃生 幸好是没有人员伤亡 另外在法国北部 有一辆球车 经过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时候 遭到多名枪手给袭击 劫走了一名重刑犯 还导致两名遇警死亡 飞机才刚停到停机坪 机头正下方突然炸出一团火球 还不断冒出浓浓黑烟 达美航空这架A321客机 一位插电装置出问题 导致驾驶舱正下方起火 机舱内乘客乱成一团 机组员赶紧打开紧急滑梯 189名乘客 有的从机尾逃生 有的先站在机翼上 再跳下滑梯 最后全部成功疏散 从着火到弹开滑升梯 只花了80秒 机组人员训练有素备受称赞 同样发生飞机事故的还有他 前美国总统川普 专机波音757 传出在佛州机场跑到滑行时 不慎撞上另一架私人专机 但并未透露事发当时 川普人在不在机上另外在法国北部则发生重大截囚案 在有重刑犯的警车才刚开出收费站 就被一辆黑色轿车抄车头直直撞 接着多名谋面歹徒持枪下车 宛如电影般夸张情节 真实上演 警匪爆发激烈枪战 两名预警当场死亡 三人重伤 枪手劫走一名重刑犯 目击民众拍下血迹斑斑的现场 警方也已经展开大规模搜捕 法国众的马克宏文讯后也表示非常震惊 强调政府正在尽一切努力 追捕罪犯 记者组合报道 来看到俄罗斯总统普丁才刚就任 他第五任总统职务 随即就宣布将会前往北京 进行国事访问 过去几个礼拜内 习近平是与多国首领以及政要会见 而习近平在访法的期间 也呼吁趁着奥运期间 要实现全球指战的愿望 使得这一次的习普会引起各国关注 大陆外交部宣布 俄罗斯总统普丁将因习近平邀请 在5月16号至17号 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普京总统 就中俄建交75周年背景下 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 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赫里姆林公透露此次习普会将讨论 双方伙伴关系与策略合作 并针对迫切的国际与区域议题交换意见 普丁将在北京与习近平见面 出席俄中建交75周年 继俄中文化年开幕晚会 并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讨论中俄经贸文化合作事宜 因为普丁还会走访 与俄罗斯往来密切的东北大臣哈尔滨 出席第八届俄中博览会 第四届俄中地方合作论坛开幕式 会见哈尔滨工业大学师生 这是普丁第五次就任总统 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上次两人见面的时间是 2023年10月 普丁飞到北京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在场边与习近平举席两国会谈 普丁自从进攻乌克兰后 受到多方国家制裁 但中国始终没有制裁 甚至是谴责俄罗斯 五月初习近平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 与马克宏共同呼吁 趁巴黎奥运的契机全球停火指战 而外界认为这次习普会 很有可能实现全球指战的 一大红严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台湾时间 15号凌晨 是在白宫玫瑰园召开的记者会 宣布向大陆一系列进口产品 要加征总值是5835亿台币的关税 尤其是对大陆电动车 和半导体产业加征了2到4倍 对此大陆商务部 也立刻做出了回应 抨击美国的行为 是典型的政治操弄 美国财长叶伦商务代表戴琪 分别坐在白宫玫瑰园台下 拜登政府15号宣布 对中国提高一系列进口产品关税 拜登在玫瑰园的谈话 就是有关白宫稍早宣布 对中国加征关税 尤其对大陆电动车 从原本的25%增加4倍到100% 另外半导体方面 则是从25%增加到50% 除此之外还有客征电池 钢铁以及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 总价值是高达5835亿台币 他表示不允许中国采取不公平贸易 以低价倾销侵占美国市场 更抨击中方行为是在作弊 针对此事大陆商务部也立即回应 美方行为是滥用301关税复查程序 进一步提高部分对华产品加征的301关税 违背了拜登总统不寻求打压遏制中国发展 不寻求与中国脱钩锻炼的承诺 中方更批评美国是典型的政治操弄 坚决反对并提出严正交涉 表达强烈不满 奉劝美方应该立即纠正错误做法 取消对大陆加征关税 不过与此同时 美国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重振太平洋盟友伙伴关系 拜登采取抗中排的同时也坚守维护台海和平 而才刚回暖的美中关系 拜登这一出手外界担忧 恐怕再掀起另一波美中贸易战 记者综合报导 中备两国是持续在南海角力 美非联合军院才刚结束 大陆就派出了舰队到南海演习 还公布了黄岩岛空拍画面来宣示主权 菲律宾官方则是指控了 大陆在自家经济海域内填海造岛 预计将会部署海巡舰监控 大陆号称航舰持刀护卫的 令狐物驱逐舰延安号进行实战训练 地点就选在近日与菲律宾 多次发生冲突的南海地区 大陆公布多艘舰艇 进行实战训练的影片 模拟发现敌对目标时进行开火 在南海大秀军事肌肉 由于政府美非两国联合军演后 颇有互相较劲的味道 大陆央视也在13号首次发布 黄岩岛空拍画面 重复宣示主权 不过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官员 也公布画面 指控大陆在距离巴拉望省 只有71海里的南海先兵 交清到死珊瑚碎片 试图填海造岛 预计将部署大型海巡舰监控 非方对中方的指责 毫无根据 纯属造谣 该地区位于菲律宾 专属经济海域内 是驻扎在仁爱礁搁浅军舰上 菲律宾军队执行补给任务的 船只交汇点 一旦大陆真的填海造陆 打造成海军基地 将会影响菲律宾武装部队 进行补给任务 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发言人表示 已经和专家合作 收集记录大陆海景和海上民兵活动 未来不排除采取法律和外交行动 大陆国台办15号上午 举行了例行记者会 对于赖清德520就职演说上的 两岸论述 国台办特别喊话说 强调就看赖政府 是要和平的正道 还是对抗的邪怒 记者会还点名了台湾五位名嘴 因为长期散播两岸对立言论 恐怕会遭到陆方惩戒 即将在520上的赖清德 在两岸关系日趋紧张的情况下 就职演说会将两岸带向什么方向 引起各界关注 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陈兵华 陈兵华称赖清德就职前的 例行记者会对台喊话 要和平不要战争 是顺利民意走和平发展的正道 还是背逆民意走挑衅对抗的邪怒 关乎台海和平稳定 是台湾地区新领导人 必须严肃面对明确回答的问题 民进党只要放弃台独立场 对话交往就可以进行 强调一种原则 承认九二共事才有开启两岸对话的可能性 话锋一转又针对长期以来 时常在台湾政论节目 抨击大陆的民主员们表示 大陆将祭出严惩 除了表示将对试图散播像是大陆高铁没靠背吃不起茶叶蛋的民嘴寄出惩罚 更透露陆方正在严拥相关法律惩罚台独分子 谋独活动参决的亡固分子 国家将出台法律措施 依法严厉打击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行为 面对五二零后 赖清德即将上任 把陆方的界限说得很清楚 接下来就看赖清德如何在五二零的就职演说上接招 替两岸关系未解的答卷给出答案 记者那些现言配于北京采访报道 另外在五二零新政府上任前夕美国路透台北记者独家报道说 台美四月在西太平洋已经举行了联合军演 消息一出共激大规模扰台 国防部就解释说这根本不是军演 是在马政府时代就有的例行性通讯演练 不过专家也炮轰了绿云透过外媒带风向挑衅大陆 最后会伤到台湾 五二零前夕路透台北记者独家报道 四月时台美在西太平洋竟然举行了联合军演 没想消息一出 24小时内大陆出动苏30运8等战机和无人机 高达45架次出海活动 其中26架次更是一跃海峡中线 闯入我北部中部和西南空巨 而国防部澄清 其实四月并不是联合军演 这是马政府时代就有 台美船舰每年都例行在海上不齐而遇 包括对目舰队三艘船船舰还每舰三艘 称作通过训练不是动态操演 也非联合军演 而是通信与信号联络基本训练 既然如此为何要宣扬是联合军演 路透社说是有四位匿名人士给消息 但专家也打脸这恐怕是有意为之 因为若美方针对我方这么好 为何不同意台湾参加 环太联合军演 甚至连当观察员都不肯 还是就是透过外媒出口转内销 调性抗中招反恶害残台湾 这是一个政治操作的问题 那为什么不邀请台湾参加 每日的军演的观摩团呢 其他国家都有派啊 为什么不邀请台湾 还有今年2024年8月的环太平洋军演 最起码邀请台湾当一个演习的观察团 可不可以 也没有啊 只有说没有做 那不是害台湾 中共在这一方面 会给台湾更大的压力 让我们台湾上市的空权跟主权 例行还上测试 美国媒体都没宣传 我方却有人透过美国媒体狂宣传 在一档给忧心 为了吴钊燮和林飞凡等抗中派入主国安会后 两岸关系变数更多 国安会的新人士 他不是绿 他是很毒 吴钊燮林飞凡 再加上咨询委员 一大堆独派在里面 透过外媒宣扬台美关系 瞬间却引来大量攻击找台 不知道做新闻操作的官员 到底是爱台还是害台 接下来 各界也很关注 主任总统赖清德 520就职演说 是否会正式对大陆递出和平的橄榄枝 赖清德参加哥本哈根视讯会的时候 公开表示 愿意与大陆展开沟通对话 也重申不会让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主任总统赖清德 520就职前 受邀哥本哈根民主高峰会 以录影方式 在欧洲国家面前向大陆 释出沟通的善意 对于多国把台海 列为全球最危险的地方 赖清德严正表态 不会让台湾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各界跟严派赖清德将在520就职演说中 正式向大陆递出橄榄枝 那都希望520之后能够翻篇 让对抗的局势缓和下来 上进入的第一个深水区 陆克的来台的团客 这部分的禁令能不能有进一步的松绑 这些都是在赖清德一念之间 对外赖清德要稳住外交与两岸局势 对内则找来党籍立委参序 下令对朝野攻防做好准备 立法院国会改革相关法案 预计在17号周五闯关三读 国民党团连床都办出来 准备24小时轮班 520后的国会能否有新局面 成为赖清德的大考验 接着杨洁理娟S要组台北报道 外交部长吴钊燮卸任前 最后一次来到了国防外交委员会备巡 6月徐朝鑫她也穿上了 史莱哲林魔法袍 和拿起了魔杖 讽刺吴钊燮的魔法部长吵架王 而徐朝鑫也在委员会上质疑 为何缘无法案要绕过采购法 吴钊燮就声称是要对方签协议 又要遵循中华民国规矩 恐怕会外交挫折 徐朝鑫就痛批吴钊燮根本没有掌握 还敢告他泄密 根本是无耻 继续邦交走 拿出魔杖穿上史莱哲林魔法袍 立委徐晓鑫特地准备这套衣服 要来对决魔法部长 aka吵架王 你是这个外交部的魔法部的吵架王 然后呢你也用林北称呼你自己 所以请问我今天应该要称呼你为 魔法部长还是零四五八八 外交部长吴钊燮任内最后一次备巡 国防外交委员会老娘大战临北 两人互相握手先礼后兵 接着徐晓鑫就送上蜜饯芒果干 所说的乡下语言来背讯吗 不会在国会的殿堂 我会用正式的国语来背讯 好的 今天送的是蜜饯 蜜果干啊 直球对决 徐晓鑫秀出捷克期刊 吴钊燮号称有掌握 结果都开书考了 还是一问三不知 我们丢了一笔钱出去 然后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我们外交部也不管 这样有正当吗 所以我问 如果我们跟他们签的协议 如果我们跟他们签的协议 是希望他们能够协助我们 那如果说我们还要他们 这个国外的这个机构 来遵守我们国内的这个产构的程序 强调不是没掌握是很多内容 不能公开讲 但为何要绕过采购法 吴钊燮声称无法要求外国团体 遵守中华民国程序 这说法人民买单吗 刚才吴钊燮部长直接回答他说 我不知道 我们的外交部竟然没有掌握 还好意思告我泄命 我只能说真的是临北无耻 难道因为可以是社群脸书 就临北临北的一直喊吗 所以未来国安会的预算里面 我觉得他们不需要任何的社群预算 临北的意思其实就是54088 是一样的意思 但我目前还没有想要认贼作父 痛批外交部无法掌握员无资金 还敢提告泄密 徐晓鑫下台后继续对吴钊燮比道赞 至于吵架王最后一次的背询表现满意吗 0分谢谢 记者郭先生蔡兵庄台北长报道 新政府520即将要上任了 不过传出补充保费要涨 健保署长石崇良就说 有能力的人应该要多脚 那么这次首当其冲的有六大族群 现行补充保费 2.1%的费率面临调整 股票迷包租工等等 恐怕都会受到影响 一切喊话即使如此 也难救健保财物 一张健保卡挂号领药相当方便 但传出520过后新政府上任健保又要涵涨 目前一般保费费率为5.17% 寿星阶级都要涨 另外还有补充保费 针对高额奖金 鼓励所得以及租金收入等六大类族群 特征2.11% 但股息领得多 租金收得多 未来补充保费恐怕也要涨更多 收入不够用 民众靠额外投资养荷包 只是传出未来补充保费 费率将会调涨 健保署长石崇良说 有能力的人就该多缴 股票足包租公首当其冲 补充保费恐跟着翻倍 台大公卫学院院长正手下也喊话 应该以被保险人所得归户 作为费率调整基础 一姐认为现行保费双轨制 早已经造成收费不公 超过上线可以采取病单的手法 接近下线的话 可以采取拆单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无论你调整上下线或是费率 对于补充健保的财务 其实都是有限的 政府想靠补充保费就健保 外界担忧若演变成令种变相涨价 最后恐怕还是要由民众承担 记者杨吉浩 陈明轩台北报道 卫福部国建署14号 预购了人工生殖罚草案 未来代理孕母可能合法化 草案也纳入了不孕症 异性恋夫妻以及男同志伴侣 可以申请代孕 甚至单身女性女同志伴侣也适用 不过严禁商业代孕 更必须要符合无常 也就是说代理孕母不得有额外报仇 代孕议题讨论30多年 14日卫福部国建署终于预告 人工生殖罚草案最大亮点 就在代理孕母合法化 包含不孕症异性恋夫妻 男同志伴侣都可以申请代孕 单身女性女同志伴侣 也适用人工升职 如果这得完成三毒 台湾将成为亚洲第一个 中央立法代孕合法化的国家 同性的伴侣来 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处理 所以这比较麻烦 乐观其成 技术细节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法律纠纷这方面的问题 可能是讨论的重点 也不是人人都能当代理孕母 草案相当严格 必须有台湾户籍 避免跨境代孕纠纷 还得年满20岁 并且在40岁以下 防止高龄生产风险 更仅限于有足月怀孕生产经验 没有妊娠高血压等重大并发症 也没有剖腹产经验的人 为了避免子宫工具化 代孕生殖最多只限一次 更严格禁止商业代孕 层下是一个小孩子 有糖氏症胎儿 代孕子和受孕子会希望 受那个被这个小孩子的风险 他爸爸当然都不希望 是要糖氏症 那这时候就产生一些争端 法律的纠纷会很厉害 人工甚至权威教授李茂胜表示 可以参考国外做法 以公实计算 再加上其他开销 大约需要100万元左右 远低于美国5到600万元 只是相关配套措施 还得研拟 如何平衡部分妇女团体 激烈抗争 考验新政府的执行力 记者黄庆耀张提宇台报导 外送平台在14号丢出了重磅消息 Uber Eats将会并购Fu Panda 不过其实早在今年3月 就有德国媒体报道过了 当时台湾Fu Panda 回应说无所知悉 立位王世坚就痛批 公平会这两个月 为什么都没有作为呢 甚至在并购消息传出之后 公平会表示 在公平法治下 独占垄断并不代表违法 首先一点餐点送上门 台湾人习惯的量大外送平台 抛出震撼弹 Uber将并购Fu Panda 立位召开记者会 反对外送业者垄断市场 公平会昨天的答复 完全是外交部的口吻 完全是外交辞令 凭什么在还没有受理案件的时候 就说这个其实 很可能没有违反公平法 很可能不会禁止他们结合 这些都是预测支持 看看台湾消费市场 Fu Panda号称市占率71% Uber Eats也说市占率 又将近59% 两家用户高度重叠 加起来几乎将近9成 公平会也坦言 两家结合之后市占率超过8成 就一斤市独占 若不神圣处理 全民恐怕都将成待在羔羊 消费者手续费的收取 会提高 对于被并购的Fu Panda 他们的受雇权 以及他们的薪资福利 很可能会在并购之后 受到很大的影响 立委王世坚呼吁公平会 要不禁止结合 要不就要求和平之后 分设事业分散营业 劳动部29号也将与外松产业工会 及两家外松平台业者展开对话会议 呼吁业者具体回应 外松产业工会提出的 费用公开透明等主张 记者预升行操 文宁台北报导 提到史上最幸福的朝代 许多人脑海中 第一个浮现的可能都是大唐盛世 不过唐朝其实只有排第一次 经济蓬勃发展的宋朝 才是幸福冠军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天电视 就是爱助设计家 将复杂中文学问与专业设计知识 换为你我日常生活 在生活美学的领域里 打造屋主专属有的品味生活空间 让品味生活不再遥不可及 让每一个空间独一无二 将美学结合在一个完美的好地 就是爱助设计家 带您实现家的梦想 中间人们最后再找到美的女人 英国人最后再找到美的平衡 第二个大陆 中间人们最后再找到美的 打贅作用 冷静的坊 中间人们最后再找到美的 中間人们最后再找到美的 最后再找到美的 这场 lys 这场 我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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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今年6月是黄埔陆军官校建校的100周年 两岸都有庆祝的活动 而系属黄埔军校的历史 从1924年的6月 在广州建立了陆军官校 走过了军阀歌剧时代 以及对日八年抗战 随着国民政府迁到成都 国共内战之后 国民政府来台 最后在高雄凤山落脚 而跟着黄埔建校百年的历史痕迹 带大家一起来回顾黄埔年代 三 二 一 推干 黄埔陆军官校100岁了 黄埔建校100周年 两岸都有庆祝的活动 作为黄埔军校在大陆 签职办决最为长久的成都 也邀请了黄埔人共相胜举 亲爱的台湾同胞 1937年军校的保护就迁到了四川 半学长达12年 是在大陆培训学员最多 校主被验 历史最长的期期 自然黄埔军校同学会 成立于1988年 现有黄埔兴学28人 平均年龄98岁 四川的建川博物馆 陈列着多样黄埔军校的 文物历史记录 回顾黄埔陆军官校 成立的1924年 当时的中国内有外患 于是国父孙中山 有感于政府只有革命党 没有革命军 因此派蒋中正 在广州黄埔岛创设了军校 这也是黄埔陆军官校 创校的由来 黄埔军校广州就职的大门 颁布的对联上也写着 升官发财请走他处 贪神怕死误入斯门 清楚地述说着 当时历经战乱的中国年代 黄埔军校历经多项的战争协力 也参与了八年对日抗战 随着国民政府签止成都 黄埔军也站在抗日的离险 在战争洗礼下的黄埔 乌军也同着黄埔岁月一般 退去了战争的纷乱 走的是两岸的共荣 黄埔百年 黄埔百年其实本校来说 就有四个时期 分别是广州 南京 今天我们在成都 还有凤山 其实百年是不可分割了 没有前面的一个基础 就没有后面的成果 所以我想说的是说 我们作为后人 其实我们的父辈 可能是不同的级别 在不同的时期 但是他们都是这个 黄埔像是一个大家庭 我想这个 只要是从黄埔走出来的人 应该没有人会否认这句话 黄埔是一个大家庭 战争没有赢家 和平没有输家 百年后的黄埔魂 依旧在也依然都要 中天亚周台终合报导 提到史上最幸福的朝代 许多人脑海中 第一个浮现可能都是大唐盛世 然而唐朝其实就排第四 经济蓬勃发展的宋朝 才是幸福冠军 不仅街道上餐厅 娱乐场所伶俐 宋朝的女人生孩子 补贴领不完 丈夫还能够跟着 休半年的产假 50岁就能够去住养老院 历来哪个朝代最幸福 从戏剧到一般的印象 可能都是繁荣富裕的大唐盛世 不过根据大陆网友统计 最幸福的朝代中 唐代居然只排名第四 作为当时全球最繁荣的国家 唐代一座六百多坪的宅院 只要价现金的134万台币 平常老百姓只需工作十年就能买下 康朝女子地位高 能自由恋爱和离婚 开放程度令人难以想象 不是我刘邦有什么本事 是天意 由历史上首位平民皇帝 创立的汉朝 幸福指数排名第三 是全世界第一个 颁布养老令的帝国 80岁以上可以免费领酒肉 老人犯法 官妇也不能擅自处罚 国库粮食堆积如山 嫌多到用不完 历来最幸福的朝代则是宋朝 打宋是当时全世界最繁荣的国家 GDP占全球的65% 商业蓬勃发展 衍生出各种娱乐和职业 大小商场 路边摊24小时营业的酒楼 晚上有宵夜 甚至还有外卖 你以为这么多年 我在青楼厨管 沟兰华社里是白混的 各种娱乐场所 可以看歌舞 说书魔术 还能高歌一曲 就像现在的KTV 而宋朝女人生小还补贴领不完 丈夫也能跟着修半年的产假 50岁就能去住养老院 让政府养完善的福利机制 让人直呼真想穿越时空 记者张怀综合报导 44坎是台北最早的商业街 而44坎聚落 也就是现在的哈密街一带 虽然铺房已经不复存在 但是街上的台湾古建筑瑰宝 保安宫 仍然筑记了44坎的历史痕迹 紧临一旁的溯源藏书 更是用书语化 传承了老台北的文化足迹 大龙洞44坎聚落 在1802年 由当时的富户集资组成的 金铜城购置土地 于保安宫旁建造了 诗样大小尺寸金箱铜的 木造瓦盖店铺 可以说是台北最早的 都市计划街道 其中几具历史意义的合约书 在陈家第九代陈济府的 溯源藏书看得到 这是100年前的空拍图 你会发现从空拍图上 它就在保安宫旁边 形成一条商业街 我们这刚好就在保安宫隔壁 所以这本来就是一条 像大稻城一样的这种 一坎一坎的闽南街屋 但大稻城比它晚五六十年 街上的保安宫 自西元1805年兴建 耗时了25年才完成 被指定为国定古迹 传说保身大地 就是泉州同安人 历史上随同安人迁徙至台湾 而同安陈家的第九代 陈介佛开设的溯源藏书 就在距离保安宫两部的 四十四坎一号店 这旁边就是保安宫 这边叫溯源 溯源也就是我们店的 店名的由来 溯源本来是这一大片 是属于我的祖先 他们的花园 那我的真祖父呢 把他这个溯源花园里面的院子 捐出来盖的台北孔庙 所以这边都有历史照片可以看 你看这个就是孔庙成立的时候 我的真祖父坐在中间嘛 那支持他 也跟着他一起的 他一个应该是小老弟吧 孤显荣坐在旁边 陈家先祖清朝举人陈维英 创建了数人数院文昌词 而溯源长寿的诞生 也延期了传承文化的精神 更凝聚了许多文史工作者 将台湾人的温度 延伸到人文的深度 所以我们台湾有自己的脉络 引南的特色建筑 跟潮州业比较类似 我就想说那就 怎么样好好的推动传统建筑 那台湾刚好有很多大师 他们很多文史工作者 其实对于传统文化非常 非常努力在 在写作或是做这个研究 但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单位 企业或是政府 把这些人的很好的著作 放在一个地方 让大家能够看 所以我就蛮心情激动 想说我要赶快介绍 不管是我有任何的朋友 还有点钱的 或是政府单位 是不是可以做这样子 包含像李前朗 在内很多有名的文史工作者 做一个文史审美美学的书店 没有人要做 那怎么办呢 那我就只好自己告诉自己 那我就回大龙洞吧 刚好这个房子有人要卖 书店主题环绕台湾 传统建筑之美与历史 便收藏了当代传统建筑大师 李前朗的书 李清笔画 所以我就请李老师 把他认为的建筑拍了一段话 然后他就常常来 他把他画的手绘的台湾的建筑 全部都拿过来会轮流展览 在这边办奖座 还有他所有的著作 还有他自己喜欢看的书都拿过来 大龙洞拥有最早的民间商业街 四十四砍 台湾唯一的民间孔庙 还有得到联合国奖项的保安宫 逛完一圈 正好走两步到素颜长书 喝茶看书 还有文化讲座及导览活动 周末有空 不妨来一趟有趣的文化之旅吧 中天亚洲台综合报导 大陆电子支付是相当的普及 几乎所有人都是靠手机来付钱 如今推陈出新大陆通信软体旗下的微信支付 再开通了一项新功能刷掌支付 只要顾客伸手扫描掌文就可以付钱 目前深圳和广州有多间的超商 已经陆续启用 不少人试用过后都直呼真的很震惊 宛如电影中的未来世界 大陆电子支付科技日益发达 全新的刷掌支付方式 从创新支撑深圳开始推行 不过究竟该如何开通使用 它这里是有个传感器的 我手掌放上去 它就已经把我的手掌的掌纹给记录了 所以它出现一个二维码 我需要用我的微信扫一下这个二维码 就把刚才刷的那个掌纹和我的微信进行绑定 这就知道这个掌纹是我的了 第一步必须先找一家有刷掌支付功能的店家 先采集指纹 接着再绑定微信电子钱包 认证完成后就能刷掌付钱 由于目前还有一些技术徐克福 像飞驰大陆身份证的人就无法完成认证 目前仅在深圳和广州的超商开始试水温 接下来才会再往上海和北京推行 大陆电子支付日新月异 刷脸支付越来越普及 你不用等 我希望你的魔力 支付终情等待 支付宝刷脸成功 到账10.5元 快领取买以 英国女子不敢相信 只靠一张脸就完成付款 刷脸支付是目前大陆支付宝 力推的支付方式 只需在手机上完成人脸识别 绑定好电子钱包 就能靠脸付钱 大陆已有7.6亿人开始使用 如今又朝刷掌支付迈进 大陆电子支付可谓是引领全球 记者您先陪于北京报导 美国维基尼亚州 有一名男子下班的时候 到超市去买鸡肉 心血来潮就顺手买了一张呱呱乐 结账之后走到停车场 一刮开就发现自己是赢了大奖 中的大约是台币1624万元 让他又精又洗 男子表示说 这些奖金会用在度假上 如果还有剩下来的话 会存起来未来规划使用 澳门赌王何鸿燊家世显赫 几乎每个亲戚都很富有 何氏一家的成功竟然是靠 没有读过书的瑜伽女 也就是何鸿燊的曾祖母来成就 而致富的关键就是双语教育 和身教并行 澳门赌王何鸿燊出身香港旺族 他的博公何东是前香港首富 一家人几乎都是大富豪 何氏的崛起竟然都是靠着何鸿燊的曾祖母 师弟一手打造 过程宛如天方夜谭 这个没受过教育 排在晚清最底层的瑜伽女 竟然白手起家 创造出了香港最大的豪门 师弟生于晚清 家境穷困 从小被卖到渔船上当瑜伽女 没读过书 汉荷兰商人 生下何东在内的五儿一女 后来被丈夫抛弃 他一人带六个小孩身无分文 疯狂打工养家 甚至甘愿给豪门当四姨态 再生下三名子女后 老公去世 他要养九个孩子 尽管日子艰难 他坚信逆天改命的唯一出路 就是教育 就算生气再艰难 也要把孩子送到西式学堂上课 他果然眼界非凡 大儿子何东 操着一口流利英文 掌握外国人思维方式 做买伴起家 渐渐走上首富之路 唯有读书高的家训 也让曾孙何鸿生谨记在心 一命二云三风水 四职阴德就五读书 五读书就真的 师弟给孩子的身教 也是致富关键 因为自己吃过苦 他的孩子都不怕苦 勇敢创业 加上师弟为人仗义 懂得和多金家庭打交道 替孩子累积人脉 凭家女客服万难养出首富 成为佳话 记者王星宇报导 现在的房仲业卖房 竟然是主打凶宅当噱头 潮热话题 只有台南市闹区 金华落的巷子内 房仲标榜是凶宅 开价145万元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天电视 就是爱助设计商 将复杂装潢学问 与专业设计知识 换为你我日常生活 在生活美学的领域里 打造屋主专属有的 品味生活空间 让品味生活 不再遥不可及 让每一个空间独一无二 将美学结合在一个 完美的好地点 就是爱助设计家 带云实现家的梦想 Doc Doc D 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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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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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关注财经焦点台北外汇市市场 十一台币对美元中午战时以32.272元对1美元作收 升值1.43脚 美股周而起涨今早台股开低随即翻红 在台积电的领军之下 带动的盘中指数静阳超过300点 一度突破了21308点 再攻历史新高 中场台股是以21147.21点作收 上涨了161.36点 接下来带您快速掌握今日台股以及雅股目前的表现 现在的房仲业卖房竟然是主打凶宅当噱头炒热话题 台南市闹区金华路的巷子内有一户十几平的公寓 房仲标榜是凶宅开价145万元 而宜兰有一间凶宅则是依然开出了980万元 房仲强调屋主频繁的入住 所以没有很凶意外的引发话题 超过40年的老公寓里头阴森恐怖 往里面走地板几乎都要掀起 墙面臂癌剥落 就连阳台都堆满了灰尘杂物 铁窗生锈 外观看上去气氛超诡异 不过现在屋主要卖掉这栋公寓 还大啦啦直接主打凶宅 只卖你140万元 虽然价格比较便宜一点 但是我想基本上它的条件不是很好 事实上屋主去年9月卖房 开价550万元结果卖不掉 这户主打凶宅的房子地点就在台南 京华路巷子内 屋龄超过40几年 根据附近行情 低楼层公寓售价大约三四百万 没有电梯的四楼 价格也占200万以上 但房仲开价145万元 难道是来当作解缘品 有什么事故没有听说过 没有 至少200以上都要有 如果以经人来讲的话 这附近你要买吃的 或者是要买喝的都很方便 对比凶宅噱头 宜兰则是有屋主 日前PO出了一間快樂兇宅售屋 還強調出過人命後 屋主還有繼續入住 所以沒有很兇 在網路上立刻引發熱議 到底是不是兇宅 究竟有多兇 不得而知 但都成功炒熱話題 記者綜合報導 屏東恆春 最近有一棟透天錯很有名 占地108坪 但是磚瓦裸露 根本就是廢墟 卻開價3200萬 被網友調侃說 這個是敘利亞戰爭風 雖然地段很不錯 生活機能很好 但是買下之後 等於要全部重建 還得再多花1到2000萬元 恐怕因此讓人望之卻步 兩層都高透天錯 四面外想破洞 鋼筋磚瓦明顯外露 走進房屋內 滿地破舊家具雜物 等等一堆垃圾 後方空地也雜草重生 這整棟透天錯 就跟廢墟一樣 但外頭貼上求售海報 也PO上網 像廢墟一樣的 透天錯地點在恆春鎮 108坪售價3200萬元 換算下來一筆近30萬 賣了四年都賣不掉 當然不會 3000多萬可以在台北 買台型的中古屋 對我來說是天文數字 我台書這麼一千萬元 要買三千萬元 這樣三人要買 原來這棟透天錯是法牌屋 新屋主花1000萬元買下 想賣3200萬元 但高額售價卻被網友狂酸 廢墟這麼貴 原來盤子在恆春啊 這是敘利亞戰爭風嗎 台積電也進駐恆春了嗎 這邊是七八顆麥當勞 然後這邊的生活經濟都非常的好 就實際要跟路 我們這邊要能請音頻 大概落價25萬元 有好多組來看 有的都是價碼的問題 房仲推銷 可以改建成咖啡廳或民宿 也建議屋主拆開來賣 價錢或許比較好談 但無論如何 買下透天錯等於全部要重建 再花一兩千萬元 只是現在墾丁觀光 人潮不比以往 買來重新裝修 總共要花四五千萬 還不知道能不能回本 難怪投資人望之卻步 記者上傳王書宏屏東報導 每天爬樓梯 您有數過腳下到底有幾階嗎 記者實測就發現 絕大部分室內樓梯 不論是高度還是台階 竟然都是基數 專家就說了 這個跟風水有關 也跟絕大多數人習慣先賣出右腳有關 到底怎麼一回事 帶您來看 一 二 三 四 五 爬樓梯的時候 您有數過腳下到底踩了幾階嗎 不管樓梯有多高 原來跟風水有關係 記者實際測試 一 二 三 四 五 換一個再走 六 七 八 九 甚至另一個樓梯也有十一階 無論怎麼走 樓梯台階竟然都是基數 但是是屬於一種羊 土地公司案在虎邊 因為它是屬雲 羊仔的話等於是說 它龍邊它是屬羊 傳統上台灣家庭的樓梯 一般會做成摺體 然後這種建構方式就是 技術節省空間 這樣也會比較省力 有人說貨不單行 伏不雙置 而且基數步步高深 不少房屋的室內樓梯 因此設計成基數台階 除了跟建物構造有關係 另外還有種科學解釋 大部分的人上下樓梯 都會先賣右腳 如果遇見基數樓梯 最後也會是右腳落地 似乎比較有安全感 但若是偶數樓梯 右腳先賣出 最後會用左腳結束 大腦就會有種踏空的感覺 你的平衡感跟那個肌力的穩定性 通常慣右腳會先上 覺得有點喘 那是因為心肺功能的關係 不管是風水說 還是右腳慣性說 每天走樓梯到底有幾階 是基數還是偶數 不妨自己數數看 記者盤堅任陳明軒台北報導 近日最強太陽風暴來襲 各地出現了絕美極光 一架波音737客機 飛行時巧遇極光 航班的機時特別繞飛 讓所有的乘客 能夠一睹難得其境 但是竟然遭到乘客投訴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收看雙重 這就是我們台灣2017年 這一次的十大網路流行遊戲 來的第五兩岸互相影響的路由 我們這裡渠道 最多不用想進去 那麼我的右手邊呢 是土豆腐加水金融中心 要一次停前進 現在是我們最熱鬧的地方 這裡呢就是一個台灣 可以說是稻米最出名的 台東池上山 我說話應該叫做 麥可卓蘭最初以後 除了你以外 這個全世界都很難問 X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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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责机师不够专业为了看极光延误航班 20多年来最强太阳风暴导致极光大爆发 美国一名机师为了让班机上所有乘客都有机会欣赏极光 他特别提早15分钟提醒大家调按灯光 为了顾及左右两侧的乘客及时短暂改变飞行路线掉头烙圈 却被一名乘客投诉不够专业 导致航班延误对此机师解释 航班原本就延误 烙圈只增加了五分钟的飞行时间 飞机上令人哭笑不得的事件真不少 美国西南航空一名女子搭乘飞机时 竟爬到座位上方的行李置物柜 旁若无人的躺平休息 面对其他乘客的窃笑 她一点也不在意执意要躺在里头 影片曝光后观看次数标破五百万 事实上这并非首次有人钻进置物柜 曾有西南航空空姐在登机时爬上置物柜 并且待了十分钟 奇葩举动被拍下后 航空公司解释称 空姐只是想在登机时带给乘客欢乐 同样令人傻眼 大陆一名身穿制服的执法人员 对着一台慢速前行的车子来个大飞扑 这名远警进飞扑上汽车引擎盖 并且在上面翻滚轿通露出痛苦表情 一气合成的完成表演 夸张一幕全都录引发争议 对此云南当局紧急出面灭火 表示经调查这名执法人员非交警 警示外包人员已停职处分 记者李希腺配与北京报导 俄罗斯的阅兵仪式上 有一名女兵的鞋子竟然是脱落了 俄国日前举办了胜利日79周年庆祝活动 军方动员了士兵参加阅兵仪式 过程当中有一名女兵的左边鞋子掉了 只见她处遍不禁单脚跳回的队伍当中 又脚尖着底的姿势持续踩着步伐 当地媒体封她为军服灰姑娘 约旦有一座水下军事博物馆 一共是有19辆的军用坦克和设备 是淹没在不同深度的海中 加上之前沉没的喷射机 游客可以乘坐玻璃底船或者是潜水 来欣赏奇特另类的景色 虽然最后带您一起去看看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孙玉玲 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